俗哥说电影帮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 猫看见死亡的双眼 影片一开场 在宠物店上班的女主大眼妹 正在给猫咪小白洗澡 要说这小白长得可真不错 尤其是那两朵腮红显得既通骚又妩媚多情 时间不大 小白的主人胖大姐 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宠物店 胖大姐说今儿商场挥泪大水卖 我这人的天生爱这小便宜 一天不占我就吃不下饭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影突然在窗户前一晃不见 瞅瞅这玻璃上的手印 想都不用想 一会儿肯定得出事 当大眼妹出门倒垃圾的时候 又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哎呀 这小萝莉如果不是鬼啊 那可真就活见鬼 这胖大姐走进电梯之后 不仅电梯门关不住 小白也上蹿下跳 显得异常骄傲 胖大姐的老公一看老婆 这么晚还没回来 心想这陈于洛艳 要是让歹徒结了色纳大就麻烦了 我呀还是出去看着 可当她刚拨通胖大姐的手机 突然听到铃声啊 从电梯里传来传来 电梯门一开呀 胖大姐的老公当时就惊叹了 哎呀 简直是天度红颜呢 我们的胖大姐就这么 提着一大堆打车商品相交与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正在做测试 原来这个大眼妹啊 从小得了幽病恐惧症 只要是一进小黑屋 我马上就判病 大眼妹说 我的病为啥还不好呢 医生说 你这种病啊 属于疾难杂症 就算华佗在世也没法弄 而且以你目前的情况 必须嫁他几俩 当大眼妹途经胖大姐家的时候 从警察大眼哥嘴里得知 胖大姐因为国策贴枪啊 已经领了便当了 大眼哥说 我还得办案呢 这猫我实在没法办 要不然你帮着给赵哥上看 这大眼妹暗恋大眼哥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看男神发话了 急忙就答应 店老板忧郁处说 胖大姐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嗝的屁 这多不吉利啊 这肯定会影响他店里的生意 你趁早还是带回自己家去 哎呀 要说这大眼妹招猫斗狗 可真是有一手 小白以前在胖子姐家 那可是娇生惯养 从来没人敢挑起的 这会儿一看大眼妹 竟敢拿他穷开心 当时就气晕了 当大眼妹前脚 刚把小白从床下面拽出来 小萝莉后脚跟着就到了 当时就把大眼妹给吓吊了 医生说这个小萝莉的出现呢 可能跟你六岁时候的经历有关 这属于治疗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就目前的情况啊 我只能继续给你嫁他借了 转过天 大眼妹陪着闺蜜龙套妹 到流浪动物救助站去领养猫咪 救助站的卷毛阁是这儿的火花工 这俗话说相由心生啊 一看这哥们的面相啊 就是小猫小狗的客行 到了后半夜 大眼妹开始不断的做噩梦 他一会儿梦见在养老院的爹地 在阳台上投吃东西 一会儿又梦见那个诡异的小萝莉 家大伎俩 家大伎俩 医生的话在大眼妹脑海里不停的回答 转场之后 大眼妹来到了龙套妹的家里 这龙套妹领养猫咪的目的就是练手艺 可这猫和狗不一样 狗是有奶便是娘 可对猫来说 有奶的也不一定都是娘 你就是整天给他吃满汉全席 他该跟你急还是跟你急 龙套妹一看这猫咪 一点不配合自己的工作 就想杀杀这猫咪的锐气 可当他刚一进屋了 就遇到了小萝莉 然后很快就嗝了屁了 大眼妹刚一进电梯了 他幽闭恐惧症就犯了 哎呀 这龙套妹黑的也是没谁了 看这肤色不是在内蒙下过劲 就是在山西挖过美 简直是赛国猛杖飞不让黑里葵 作为龙套妹的前男友 大眼哥得知前女友的子君之后 非常气愣 说虽然他当初把我使蓝中气了 虽然我也诅咒过他下地狱 但你们俩当时在一起啊 为啥只有他嗝的屁 这不符合逻辑啊 大眼妹说我可是女一号 我要是挂了咱那个戏台拍个屁 大眼妹在家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指头给割破了 而小白奇怪的举动 吓得他差点又患了病 大眼妹无奈带着小白来到了胖大姐的家 胖大姐的老公说啊 这猫甭管是生还是杀 就是不能留在我家 自打养了这只猫啊 我老婆就开始神神叨叨了 整天说有个小萝莉在我们家转来转去 你说诡异不诡异 大眼妹一看着猫送不出去 只好把小白给舍弃了 当他正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就遇到了迷路的面瘫婶 这面瘫婶因为中了风啊 所以东西南北是分不清了 一个月能把自己走丢好几回 把他儿子瞅得都快发了哄了 在这儿呢 俗哥想说句题外话 阳高贵如乌鸦反骨 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孝敬父母 甭管父母得了什么病 都得好好孝敬 不孝就是大担不道了 龙套妹挂掉之后啊 他领养的那只猫 又被流浪动物救助站给带走了 火化工卷毛哥二话不说 就把那只猫给安了死了 可当他准备把猫给火化的时候 小萝莉突然出现 并且很快就让这哥们领了喝饭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和大眼哥来到了流浪动物救助站 两人进屋一看呢 惊的就是一阵阵的干探 那些被卷毛哥安了死的猫咪的照片呢 贴了满满一枪 简直是触目惊心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火化炉里传来的奇怪的声音 大眼哥打开门一看呢 发现卷毛哥已经被烧成了焦炭 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冷淡姐说 龙套妹领养的那只猫啊 是卷毛哥之前在上水公园抓到了 而且那天在上水公园呢 一共抓到了八成猫 包括胖大姐领养的那只小白 大眼妹说死的这三个人呢 一个在电梯 一个在小黑屋 还有一个在火化炉 这些空间呢都很封闭 我觉得这里面呢一定有毛鸟 随后大眼妹来到了动物保护协会了解情况 得知由于附近小区居民的投诉啊 有关部门将流浪猫的聚集地 一个废弃的锅炉房给彻底封闭了 由于大眼妹整天迟到早退啊 店老板忧郁叔可气炸个废了 忧郁叔说你别以为你长得好汉 就想不干磨白吃饭 你到底还想干不想干的 不想干的赶快给我滚蛋 忧郁叔这边刚撂下电话 小白突然神奇般的出现了 忧郁叔正宜肚子气的 一看又是这个丧门星大能干嘛 这俗话说人在做鬼在看 忧郁叔这种令人不耻的行为 最终导致自己领了好汉 一看我们小白尾巴翘这么高啊 就知道随时可能发大招 意思是你们人类可都小心点啊 我可不是一只好惹的猫 转场之后大眼妹再次遇到了面摊婶 大眼妹说你家在哪啊 我送你回去吧 面摊婶说我要是能找到家 我还在这儿瞎溜的 而且我孙女失踪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你给放假了 大眼妹一听啊 于是急忙给大眼哥打了一电话 当大眼妹和面摊婶刚回到家 就收到了大眼哥的信息 看着屏幕上面摊婶孙女的照片 大眼妹彻底下方圈了 在小白的指引下呀 大眼妹来到了流浪猫的聚集地 那个废弃的锅炉房 然后在那个废弃的锅炉里啊 发现了面摊婶的孙女小萝莉的尸体 原来小萝莉平时啊 经常来锅炉房找这些流浪的猫咪玩 当得知锅炉房要封闭啊 小萝莉被把猫咪藏在了锅炉里 但她自己也不幸被摔晕了过去 影片的最后 大眼妹不禁到养老院看望了自己的爹地 而且她的幽闭恐惧症也不知而遇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守康尸压景吧 动物生来有灵性 都是鲜活小生命 凡是残忍虐待者 今天一定有毛病 请不吝点赞订阅